HPV 病毒 我們可以防嗎 那到底我們從哪一些感染源 可能就會接觸到這個病毒 一般我們都會知道 以為HPV 大部分都是透過性接觸 來透過傳染這樣的狀況 而事實上他很多研究的 顯示上面發現只要在一些 就是環境的一些物質上面檢測 有時候都會發現這病毒的存在 所以有些朋友他可能會透過譬如說 泳池 譬如說廁所 甚至毛巾間接這樣的傳染 很難想像 大家的概念就是HPV可能只會傳給女性 像耳熟人響的子宮頸癌 而事實上男生也很容易被感染 研究認為男生跟女生 他同時接受到感染的機會 其實高達80% 這麼高 而且這病毒在身體裡面 理論上他會慢慢的清除掉 但如果沒有完全清除的話 時間一長 你有可能會有導致頭頸癌的風險 那我們目前的頭頸癌 在我們台灣男生十大癌症的發生率 高達第三 HPV這病毒在身體 它可以延長到十年以上 所以你看這很可怕 尤其是男生的癌症的發生率 又高達女生十倍以上 所以說男生重不重要 顛覆以前我們的觀念 HPV 子宮頸癌是女生 其實男生非常重要 那我們要怎麼去預防它 對 我們HPV以前的概念 可以透過子宮頸癌 抹片的篩檢 安全的性行為 甚至透過打預防針來做預防 那這些預防針 我們打完之後 可以預防的範圍很多 它可以去預防任何 我們透過疫苗 所涵蓋的相關基因型的 一個相關癌症的發生 像我們打完 譬如說兩架可以防子宮頸癌 打九架我們可以防像子宮頸癌 什麼叫兩架九架 疫苗都有好幾架 這個到底什麼意思 兩架意思就是 譬如說我們兩架 是針對HPV的16 18的部分 九架的部分 16 18 11等等之類的 總共有九架 我們上面有分了九種 那當然傳統的施打 都是以兩架的概念為主 但是現在推廣到九架 我們防範的觀念 還有涵蓋的範圍又更廣 我剛有提到 像子宮頸癌的部分 肝悶癌 外陰癌 陰道癌 這些它都可以 包括我們 剛提到最重要 頭頸癌 對 因為男生的頭頸癌 現在佔我們台灣男生 十大癌症的 發生率的第三名 剛剛有提到 它的致病率 是女生的十倍 是 同時HPV這次病毒 在體內又高它 十年以上 所以我們不得不小心 美國臨床腫瘤學會SCO 他們最近也有一個 新的研究 他們認為 男生女生只要依照 醫阻去接種預防針 對 只要打完預防之後 它相關的一個 疫苗型別的癌症 罹患率會大大的降低 尤其是像 男生的頭頸癌 還有女性子宮頸的 高度癌症病變 癌前病變 這樣的發生率 它可以預防降低至少 56%以上 所以效果是非常好的 好 像現在 因為大家知道 在國中有打 女生要打之外 男生也需要打 所以第一個問題就是說 比較適合 什麼年齡層來打呢 第二個問題 比方以酒駕來講 好了 它是要打幾次啊 目前9歲到14歲 可以施打兩劑 或者三劑 那15到45歲以上 建議就施打三劑 所以不同的年齡層 其實打得還不太一樣 是 不過如果全方位的保護 當然就是希望能夠三劑 把它打滿這樣子 同時目前國劍署也在研議喔 不是只有國中女生 有打這樣一個公費的疫苗 連國中男生都在 準備要施打這樣一個 疫苗的狀況 對 我們目前疫苗啊 除了有些縣市 像台北 嘉義 澎湖 雲林 目前也都有提供這種 公費疫苗注射的方案 那有些朋友不曉得 該怎麼去施打這個疫苗 這些資訊要怎麼來 那他們可以透過上網 去搜尋 HPB的衛教友善審所 以前的概念可能是只有 有婦產科 可能只有嘉義科 目前我們有更多 像耳鼻喉科啊 泌尿科啊 這些都可以提供施打 可以提供民眾選擇 那一般民眾如果要施打的話 很抱歉 可能還是要透過自費啦 對 我們大家都以酒駕 自費的疫苗為主 好 所以你說要搜尋的是 HPB HPB 衛教友善診所 OK OK 好 所以這個資訊 提供給大家